第十三赛季昨天终于来了 赛季开始 我相信大家的注意力一定都在这次联动计划上 那蔡亚也和你们一样都在期待这次的柯南联动皮肤 但最让我期待的当然就是我的最爱角色前锋皮肤 服务评刺 为了弥补上次没抽到版本龙丝的遗憾 这次不管怎么样蔡亚一定要把服务评刺拿到爽 那小板弄都做好了吗 一起来抽精华吧 这次有十个头子和官方活动赠送 蔡亚手里有八个联动精华和一个记忆珍宝 这八个精华会不会让我们白飘到一个皮肤呢 先来单抽看看 第一个我们就抽到前锋的动作 难道在预示我们马上就要抽到服务评刺了 再来 这次又是服务评刺的涂鸦 那涂鸦都有了 皮肤还会远吗 再抽 虽然剩下的八次机会我们抽到了一些头像涂鸦和挂件 但八个中有六个都是关于毛绿小五郎的物品 竟然让我有了一丝丝不好的预感 不想那么多了 竟然没有机会了 先刻个198看看 那这次官方课金活动 我们就顺便一起领好再去抽精华 然后再用打压记忆的方法 先把之前的砖爆抽点 是冲夫的 接着我们再通通快感来一发十连抽 十连抽不行 我们再试试单场 抽完五个什么都没有再换回十连抽 走你 那再把剩下的传闻看看 那再把剩下的传闻看看 今天首发课金真就抽了个金吗 没抽到服务评测都不干系 更何况啥都没抽到呢 我们再试个328好了 然后一二十点抽 不花 再来一发十连抽 诶 有金光 没关系啊 今儿十连抽 诶 刚出完金光吧 也是可以理解的 再来 没想到首发课金不小 二发也不小 不怕 抽到了毛利小五郎 那下次抽服务评测的概率 就从四分之一变成三分之一 再来一九八试试 这次我们就不试炼抽了 来试试单抽出奇迹的方法 诶 原来单抽真的会出奇迹啊 虽然不是我们想要的 但会安安也不错 我们继续啊 这次我们就不见核心意义的 继续啊 3 两个人 不发尴尬 est 这个换个角度小马 下次撤到前锋皮肤的概率 就从三分之一变成了二分之一 为了服务评测 再来198 然后接着抄 优优独播剧场 不说了 我先哭一会 那还抽吗 当然 再来一酒吧 但因为抽的太乱了 这次抽到的小兰就没路上 所以你们也知道了 我们终于成功把服务评测二分之一的概率变成了一 我实在是太感动了 于是下一轮的一酒吧就来了 接着就时间抽不啰嗦 试试证明 一飞到底就会上头 再来一酒吧 然后继续实验场 虽然是金光 但这次获得皮肤不重复告诉我 我的服务评刺终于来了 终于才要在几次概率三个皮肤的铺垫下 成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男人 那你们都抽到了谁呢 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再见